我們來討論一下新伊尼玄宇的技能 終於登場了一隻暗系宇室玄宇 這隻角色好像原本是炎君 很後期的故事 你們說頭髮臉型看起來很像雪莉,但其實也還好 很多人講這個姿勢有點像娜姆 他姿勢有點像娜姆 她說妹妹是雲香,目前對我們還蠻比較陌生 畢竟還沒有接觸到後面的劇情 因為這個東西比較像是天地劫的原創角色 天地劫手遊的原創角色,所以不陌生,陌生是正常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PV 女兒 你沒看到他的胸前 把他踢出去 這隻角色如果在有地形的限制上面會很強 他那招大招好強 天地劫,何必鬥心 酷啊 玄宇登場,暗屬性與世 那看一下他的天賦 天賦叫什麼 這是整吧 我有忘記第三個字怎麼念的 玄靈整影吧 為主動攻擊行動結束會不會得到... 我不管,我要去查這個字,這個字怎麼念 整嗎 不是真 不是真 真 真 真喔 旋靈沾影喔 真喔 真喔 查一下 正吧 對啊正哪 正,正吧 正對不對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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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旋靈陣影 本回合為主動攻擊行動結束時獲得正 與狀態 正與狀態的話是射程提高1,物攻提高到14 最高上限2層 所以說他的射程最高可以提到2對不對 理論來講聽他這樣講是這樣子沒有錯吧 然後最高是28%嗎對不對 提高2跟28% 很好啊 很好,等於說他最遠可以達到第4個 撤花桌 天賦額外增加的距離以及傷害可以達到最高程度,說明旋宇發揮遠端輸出的特性,而技能疊加後可以體現出超乎想像的效果 本身的天賦的觸發機制也很大,自身大部分的技能相棄合,廢話你射記得啊,你不棄合 那這隻角色就不用拿出來賣了,就不用抽了 可以順暢的激轉天賦的效果 除此之外,我們來瞭解一下玄宇的專屬技能吧 他特色技能第一招是會嗎?還是會?會嗎? 會吧,會對不對 會啊 你的技能怎麼那麼難念啊 會攻再險 會攻再險 主動使用,自身獲得離懸的狀態 且所有主動絕學冷卻減少一回合,並且獲得原地再行動 原地再行動 所以他不能移動 他只能,他這邊有顯示吧 他只能再行動 他只能再行動 原地再行動 原地再行動 這樣可以放大看一下 更大了對不對 你們看的更大 他只能原地再行動 所以說他只要透過這個 有沒有看到他跳出天賦了 他只要透過這一招 他就可以觸發天賦了 所以他天賦的觸發 可以透過這招會攻再險 可以去做一個觸發天賦 你看他最遠打幾格 1,2,3,4 你看他最遠四格 1,2,3,4 使用後的冷卻縮減可以說明 玄宇更平凡的使用技能 再行動的機制 可以讓玄宇快速疊加天賦效果 對吧 然後他攻擊對戰前 可以對木膠施加兩個隨機有悍狀態 觸發後就消失 所以他沒有觸發會一直在 跟那個李鳳的拉弓是一樣的 李鳳拉弓也是沒有觸發會一直在 會一直在 這招可以啊 這招沒意外應該是EC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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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戰中目標每攜帶一個有害狀態 暴擊率跟暴擊傷害可以額外提高5% 最高是20% 等於說就是4個 4個有害狀態可以提高最高 提高最高 他這作為應該是最強的 宇室輸出 單體輸出 實際上打出來的傷害是怎樣 不確定 那這招應該最強的不是那招 這個就不對了 三格的射程疊上天賦後可以獲得 變成遊戲內最遠距離的單體技能 做到直接超遠距離擊殺目標 他說這招是三格 這招是三格距離 所以再加上天賦的2格 所以他最高可以打5格 這招是5格距離 可是好像林凜風更遠吧 林凜風搭上他的神兵技能好像更遠 是嗎? 林凜風是4格 1 2 3 4 喔沒有喔 他最遠 3加2 5格 他最遠吧 3加2 5格 他重點也不是那招 他重點是這招 下面那招 下面那招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被動技能 被動技能 主動攻擊對戰中 與目標距離每增加1格 傷害提高4格最高16格 等於4格 4%最遠到4格 擊殺目標後獲得1個鎮魚 至少 仙魚是天賦 正魚 不看擊殺 看前面就好 他是一個增傷技能 對阿 他給他增傷技能 官方對於...對於...對於...對於旋雨...對於旋雨照顧不錯 啊吼!第二個字怎麼唸? 有邊獨中間,幽哉,幽敵 這個字怎麼唸? 好多增傷,敵 敵,對不對 敵,哈哈 幽敵戒殺 你好煩喔,這次角色 警戒目標區域 警戒目標區域 這個是先警戒 只要在警戒的範圍內,就會獲得0.7倍的物理傷害 並且被施加...那個什麼... 擊退的效果 擊退2格 累積觸發3次就會消失 這一個... 這一招真的是... 你看他幾格,你看喔 1,2,3,4,5 5乘3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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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啦 你多賀4個 戰略性值很高 只要你在這裡面就會被射一槍 你膝蓋就會被射一劍 你被射一劍 然後你被射一劍之外了 又被被擊退2格 你看阿 擊退2格喔 2格耶 這隻角色有一點點的,他最大看點就是這裡 壓縮敵方的走位空間,敵方行動結束後,就可以打亂敵方的進攻節奏 再搞清楚一點,他如果假設,我看他下面有個搭配 會功再閒加吹星暗時加飛羽震破 如果他要放那招大招勒,優敵戒殺,竹破破跟飛羽震破 所以會功,那個什麼?優敵戒殺,那個什麼? 會功再選好像是惡西技耶 蛤?這招是惡西技喔? 會卡卡的耶,所以他不能帶會功 對啊,會功再選,看起來是惡西技耶 你看他這樣配啊,惡西加惡西加惡西啊 冠甲咒應該是惡西吧 這是惡西技啊,腐力咒就是惡西技嘛 然後竹風破是惡啊,飛羽是一嘛 飛羽是一,暗死是惡,會功是惡 所以他那招再動是惡西技啊 所以他不能透過,如果真的要用這個警戒去打主要的話 可是也可以耶,帶會功再加優敵 會功加優敵,這樣子一直洗這個警戒的CD 一直洗這個警戒的CD 不停的警戒不停的警戒 我覺得可以耶,這個角色有點爆牆 竹風破,以後開6coast就沒問題啦 以後開6coast就OK啦 竹風破這個大家都有,攻守基本都有 虛損會2,物理免傷2,這個打PVE就很好用 然後這個冠甲咒又給物防 我覺得這隻角色啊,你看喔 他可以給物理免傷,又可以給冠甲咒的物防 所以他一口氣給了免傷跟物防 所以實際來講這隻角色未來在玩類似充榜 比方說夢戰的遠古 這隻角色其實應該也有一定的用處啦 我在想 我看到雙免傷,減傷會很強 帶妖術師喔 好髒喔你們 在一定的前置條件上 對一個有妨礙效果的敵人可以遠距離一擊必殺 他可以逼迫大部分角色可以只能在鐵位的護衛範圍內行動 同時超遠的射程可以讓玄羽在一個安全的位置造成傷害 多個群體治療跟驅散技能 較短,所以這個拉弓單體拉弓單體 拉弓單體拉弓單體 對阿第一個是這樣子 然後優敵戒殺就是那個警戒範圍 對阿比較偏向於協力的技能組合 他的竹鋒破基本上比較少用到 竹鋒破比較少用到 他應該還是會帶一個優敵戒殺 再加上那個會攻再險 加飛雨漢破 應該是這樣子 不斷的洗那個警戒的範圍 對阿 你看 技能3 攻打大型BOSS 極致的降低目標的防禦力 你看阿 竹鋒破跟冠甲 冠甲咒 先再動上冠甲 然後再給竹鋒破物理免 然後開始再去洗CD 不錯阿 這隻角色 這個評分算高耶 我覺得他的缺點只有暗屬性而已 他沒有其他缺點 他沒有其他缺點 他缺點就是暗屬性 我覺得他跟刺戒鬼可能不太搭耶 因為刺戒鬼是主動攻擊才有 那主動攻擊才有 那好像那個 這個 優敵戒殺 不是主動攻擊 優敵戒殺 0.7倍就吃不到 而且這招很強 你看他的倍率是0.7倍 一般的AOE技能只有0.4倍0.5倍 然後你像那個 我直接開Wiki你們可能比較有想 有那個什麼 我就直接講那個 夏侯儀 夏侯儀的大招 0.8倍而已 那他一般的鋪地板 是0.5倍 小招0.5倍大招0.8倍 然後這隻完全不需要 氣血的 不用氣力技 直接0.7倍 我真的很看好這招技能 優敵戒殺 先警戒 然後你趕過來就噴你 你被射死就算 你沒被射死 你也會被膝蓋中了一槍一箭 你被擊退兩個 這隻角色真的是 應該有類似樹敵的感覺 夢戰來講有點像樹敵的感覺 他樹敵的感覺是 他的這個推還不用靠時鐘 這個推 只要你踩進來就被推出去了 感覺有掩護護衛可以保密 強行把椅子拉上來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陷阱技能才有意思 之前那個蓮花才一格誰會踩到 感覺在暗處狙擊 我這角色很可以 好啦,那介紹到這邊 應該也不說介紹,討論 討論,討論 討論 討論 討論